桃圆市长张善政是资深铁道迷 选前承诺上案之后 要打造杨梅区富岗铁道博物馆 市议员周玉琴在总质询关心筹备进度 呼吁市政府积极向中央沟通争取 早日促成在台铁富岗机场设置铁道博物馆 杨梅富岗铁道艺术节已经举办两届 让不少外地人认识富岗也带来观光效益 市议员周玉琴总质询关心 富岗铁道博物馆的筹备进度 他表示上张善政选前承诺 百分之千要来推动民众引颈期盼 因为这个富岗铁道博物馆 它牵涉到中央的一些配合的意愿 因为我这也讲了好多年了 可是中央可能就是一直没有意愿配合 会我们会跟台铁沟通 像您上面写的 现在机场还有30%绿地 其实它现在慢慢的有些旧的火车淘汰 其实这些旧的火车都可以拿到那么摆设 周玉琴呼吁市政府要向中央积极沟通 早日促成在台铁富岗机场设置铁道博物馆 同时搭配现有的新富火车站 规划铁道一日游行程都能促进当地发展 杨梅有四个火车站 其中有新建一个火车站叫做新富火车站 新富车站 它就是给去一道铁道远区 富岗机场上班的人上下车的 一般游客是很少 那我想既然有这个车站 我们台北人来这边富岗 这边有富岗博物馆 我想这个是人潮是一定可以密集的 我们没有捷运 可是我们有铁道博物馆 我想对杨梅人来讲 心里是比较平衡的 周琴表示 目前富岗机场仍有30%的绿地 工作生态园区以及铁道文化园区用途 只要规划好安全动线 可以促进机场活化再生 民众都很期待 感谢观看